那很多的花友呢喜欢养茉莉花 但是不停的有花友来找我要虎头茉莉 大家要了解啊 虎头茉莉呢是一个变异的品种 它是从这种虫瓣茉莉上变异过去的 像茉莉呢正常来说是这种叶子对生的 而虎头茉莉呢出现了叶异 它是三叶轮的 就是说它在一个节点这里呢会长三个叶子 花苞呢也会出奇的大 但是很多花儿在养护的时候也会问到我 老花儿为什么我的虎头茉莉开花不完整啊 或者打不开啊 这都是属于它的一个基因缺陷了 那有的话说 那的话一有没有开花又大又漂亮又香的呢 那您就可以考虑我面前的这个 这个叫菊花茉莉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虎头茉莉呢 大多都是重生的 很少有这种单杆不磕棒棒糖形的 一盆里边一磕 像这个呢它是一个正常的品种 比较健康的一个品种 而且呢它的一个抗汗能力啊 抗病能力啊 以及自己养护起来一个难度啊 都相对于虎头茉莉来说要低很多 但是它的开花呢 会更加的完整 会更加的漂亮 如果说有一个完整的虎头茉莉开花 有100分的话 那它起码也能达到90分以上的 所以这非常不错 那这个呢 同样也是可以让大家去泡茶喝 可以听一听香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毒性的 如果说大家专门去泡茶喝的话 还是有那种专门的那种宝珠茉莉来泡茶喝 是比较多的 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点 养护方法也都是相同的 喜欢光照 如果枝条过分的长 像这种 那开完花之后呢 大家记得修剪一下 不要让它太长 枝条太长的话 营养输送啊 这个站线会拉得很长 这样的话呢 会让它开花不多 所以这花友们也要记得 相对来说呢 是较为洗光 洗肥 不要干旱过度 盆土的要求并不高 沙土也是完全OK的 但是耐低温能力就很一般了 一般在北方的话 冬天要搬到室内进行过冬的 南方的话 有都可以低灾了 一年四季总是开 一片大花茉莉啊 也就菊花茉莉的一个养货 分享给了大家 如果说您也喜欢同款的话呢 我给大家放到下方小黄车了 发货的描迹呢 也就这种 一边关于茉莉的养货 又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